我們先來看一個 請問一下 大家打字的速度快還是慢 慢有幾種 一種是慢很慢超級慢 如果您是在一般的PC上 當然慢也不會慢太多 比如你用注音的對不對 也不會慢太多 但是我問一下 請問在手機上 行動裝置上你能快多少 我這次是問快多少不是慢多少 因為手機上的話 你怎麼速度都是慢 即使你用手寫的對不對 那有沒有比較好的選擇 有啊 趕快 這個時候就會遇到一個問題 你的行動裝置 如果我要把畫面拖引出來 你有什麼選擇 或者我要錄行動裝置上的畫面 也有這種免費工具 我現在都免費了 像我昨天去嘉義新中國小的話 他們神送的 因為整間教室都是他們捐贈的 所以平板直接 咪樓過去就好了 連線都不用 這樣是方便 但是我們就沒有辦法 怎麼辦 我先偷偷看一下 有沒有隱私的資料留在上面 哈哈哈哈 好這樣可以的 來 錄影就是要注意一下對不對 好你看一下 這個是我剛剛搭高鐵來 跟捷運的時候我順度拍下來的 這樣有看到對不對 我們學校的 好那 這裡有一個輸入法是一個很不錯的 這叫訓備輸入法 平常他不只打字 就是幫你做語音辨識 還有一個很重要 連標點符號都幫你解決 平常您在電腦上 如果是用注音輸入法 請問各位 請問一下 你的那個 那個叫什麼 標點符號什麼 如果你是用注音的話 還得另外一點對不對 以我來講我是用無聲音 就是無聲音 真的 所以打標點符號也是無聲音 靠盤就對了 所以我沒有標點符號困擾 可是您用注音輸入法會有對不對 好那 所以怎麼辦呢 不好意思 那不是我玩遊戲 因為那個免費軟體 它第一次會跳出那個 因為現在我有網路連線 好來看一下吧 我把這個畫面放大一點 這樣有沒有看的比較清楚 它是一個輸入法 所以因為其實老師也一樣 同學一樣 你有沒有很多同學都用FB或LINE 你在上面看 你要回覆的時候怎麼辦 很多人都很難 讚啊 然後就按個圖 你知道為什麼要這樣嗎 因為輸入不方便 對不對 雖然說一張圖可以代表很多事情 但是有時候你要講很多 算了算了 讚啦 你就變成這樣對不對 所以說這個就變成 來我就實際書 今天來到高雄海洋科技大學 進行研習 好啦 所以你知道 我現在記事的有什麼記事的吧 同學聽到這邊應該就可以回家了吧 因為 有錯字對不對 對對對 有錯字對不對 那我現在因為我還沒有停 所以他還在繼續怎麼樣 幫我辨識有沒有 你覺得 你用手機輸入有這麼快嗎 你用手機輸入有這麼快嗎 難免有錯字對不對 對 因為有時候你發音不標準的時候他會嘛 那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萬一你有錯的話 那這個輸入法因為他是大陸的 所以呢 他很抱歉沒有助理輸入法 哈哈哈哈 那怎麼辦 沒關係他有手寫啊 就是說那一件有手寫 所以我就只要針對 我有問題的地方 比如說像這個 壞對不對 好錯了 好 所以我用手寫了就好了 所以我寫一個字 你要寫一個字還是要打全部 我當然打一個字就 寫一個字就好了 其他我用講的不是比較快嗎 對不對 我跟你講就算是打字高手 怕不買票嘛 但是你會說的 說不買票 但是你都是說的 哈哈哈哈 有沒有這樣快很多 所以這個是您可以參考 我們在那個教材裡面 或者您到負責口罩 都可以看到這篇文章 或者介紹google的 跟這個叫做訓飛輸入法 那我比較喜歡訓飛 它有好處就是 它幫我們把標點符號辨識出來 就是像這樣子 好 OK 那這個就示範完畢了 那你說我在電腦上不能這樣用嗎 當然也可以 電腦上有沒有什麼相關的可以用 有 這裡還有一個 因為其實在我們的年代 因為我跟老師應該都差不多啦 像我禮拜二去金門嘛 就以前有抽中金馬獎 所以去也是特別的感覺 但是我也20年沒回去啦 那麼以前我們是需要學習輸入法 但是慢慢的現在這一代同學 以後 以後輸入法不是那麼重要的 你看我們剛剛這樣講嘛 就是只要會講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我可以肯定 以後不只是字不會寫 哈哈 連打都不太會 因為你要講的話都聽得懂 那麼我們在電腦端其實你也固定說 一定要用這個行動方式 當然有用Ga那個是一個APP 所以你用到哪一個 包括你用Line、FB都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電腦的話 這裡有兩個 一個是Google文件 一個叫做Speech Note 那這個呢 關鍵字在這邊 您可以找一下 這裡 Google文件本身就有一個語音輸入 那另外也有一個叫Speech Note 這是雲端服務 不用註冊就可以用 你只要知道關鍵字就可以 其實不用擦啊 我新制度上都有 你看我關鍵字都幫你準備好了 有沒有 我有放嗎 我應該在 可能在右手邊嘛 我偷看一下我忘記 不好意思 我沒有放在上面 因為資料太多 資料太多 抱歉 來沒關係 那您就記一下這個關鍵字就可以 你可以用Google文件 也可以用Speech Note 因為像我在暑假 韓祖假也有開俄同班 老師要去看劇 你們不能這樣嗎 所以我的教授年齡 轉範圍比較大一點 像這個我給小朋友就很好用 因為小朋友在打字也慢嘛 所以不管他是用關鍵字搜尋 還是他用我們在講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微電影的牌照 然後他要做劇本啊 對不對 你要翻譯 就是要拿講出來 他就可以幫你打好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是比較喜歡Speech Note 各有右圈沒有說好或壞 那您看到 進來之後呢 在上面這邊 它會有一個這個語氣的部分 那這個地方呢 您就需要去選擇一下台灣的 我把它拉下來一點 這樣看比較清楚 有沒有在這裡 好 你就選擇一下語氣之後呢 在上面這裡有麥克風 按下去就可以了 第一次他會問你 我先停一下 通常我按一下會稍微先等他一下 我們利用這個 來做線上語音輸入 輸入的速度也是蠻快的吧 所以同學 你應該知道一件事情 以後 你不用寫報告 也不用打報告 因為你的報告是用講的 這樣我可以回家了嗎 因為你今天學到這個就不亂 哈哈哈哈 對不對 當然我們不可否認啊 就是如果你的是比較專有名詞的 那當然它辨識度比較低 可是一般性的語 就是口語化的 其實辨識度都九成五以上 包括寶可夢他也知道 皮卡丘他也會 對啊 所以你可以試看 但是一個原則啦 我昨天去心中國小 我就請一個現場老師來講 結果他講的 Google的或者是這個 他就不太認得 你知道差別在哪裡嗎 我也沒有跟他比較好啊 差別在講話速度要注意一下 你有沒有發現我剛剛在錄的時候 我講的 我第一個速度比較慢 第二個我會在需要 就是我們平常的標點符號的地方 我會頓一下 我不像我們現在這樣講 我會講比較快有沒有 但是我就是會稍微頓一下 這樣他辨識度就會比較高 那麼在Speech Note這邊呢 Note這邊 您可以發現 他其實我們現在這種語音輸入 不管是Google或這個 他們都做兩層的辨識 都做兩層的辨識 第一個是直接辨識 就是直接翻譯的部分 第二個他會做所謂的大數據 也就是他會在雲端上 在針對你整句的部分 做一個什麼 語音的翻譯 所以你也會發現 可能第四翻出來了 不太對 可是他在經過第二次翻譯的時候 他可能又會幫你修正過來 那麼他在每一句的後面 因為這個地方他是沒辦法幫你標標點符號 所以你每一句講完 他會幫你控開 有沒有 這個很明顯有控開 對不對 會這樣控開 那所以你看他的右手邊吧 請問有沒有幫你準備了一些常用的那個標點符號 這樣了解了 所以如果你在電腦前面用的 其實也可以啊 你就 講完就怎麼樣 就是把他移到那邊 對不對 好這是一個逗點 就自己打一下啊 你喜歡點一下還是打整域 看你啊 打字速度快的人是沒有什麼差啊 但是打字慢的差很多啊 哈哈 好這個就會影響到我們的什麼 這個速度 那我比較喜歡Speech Note 是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怎樣 他 我按下去之後 他就一直開始辨識 一直到我按一下停止 就是再按一次 那麼 Google的部分呢就不一樣 Google的部分如果你大概停了兩三秒 沒有講話 因為有些時候我們要思考一下對不對 好我下去要怎麼講 你趕快稍微停止一下 可是如果停了 他就幫你自動停止 他再按一下 有時候我們在想東西的時候 最怕失去打斷 尤其年紀比較大的時候 常常就忘記了 好這樣就很討厭對不對 所以說 我會比較喜歡這個 就是我想要停的時候 我就再按一下就好 反正不用就OK 是老師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 哪一個比較好 其實現在一般的語力 老實講都差不多 一般的語力上都差不多 但是一個原則就是 比如說像我昨天去那個 嘉義的那個叫心中國想 可是如果我只念心中國想 因為心中 他的心是這個心來的 不用記得 復興的心 如果你只念這樣 心中 他肯定不會弄出來 為什麼 因為 在你心中有沒有 你的anatha在你心中 心目中是比較重要的 這個叫心中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我 而且呢心中國想不只嘉義縣有 高雄縣也有一個叫心中國想 所以如果我要他辨識正確 我會念嘉義縣心中國想 你了解我意思 就是說他在大數據翻譯的時候 他知道說 嘉義縣又是心中國想 他會再兜起來 那如果你只是 他那個訓碑跟Google語音 是可以做離線 可是問你他們在離線的時候 只做第一層翻譯 如果一般性的 比如說入民啊 或者是那個比較簡化的口語 那個OK 但是如果像這種需要大數據了 他肯定不會幫你翻 因為他沒辦法去做 後第二段的語音判斷 所以 一般口語化的翻譯其實 那個正確率現在都還蠻高的 所以倒還好 怕的是說你是比較專業的 比如說我們可能 我們學校跟海洋比較關係 有很多是屬於海洋專業的名詞 那這樣子他的辨識率 可能就沒有那麼高 但是你多講幾次 但是有些時候他就是有學習起來 就有學習起來 這個效果就很加 OK 對啊 所以沒有沒有他應該是這樣講 就是說 預設你裝起來這個APP之後 預設輸出來的語言是簡體字 可是它在它裡面可以直接按一下 變成繁體字 這樣就可以 那我我會把它預設輸入法 會換成我們剛剛手寫的 因為我不會快拼嘛 要那個拼命的 我不會所以我就是把它換成手寫的 今天有錯的時候我就讀一個字 讀一個字就好 麥克風怎麼樣 他沒有PC版 他有 我沒有 真的 真的 好啊 好啊 那也可以 也有這個功能 那我倒是沒有特別適用到 你看到 所以又給我新的訊息 所以不錯 所以他在至少我覺得 目前來講他好處就是 他會幫我們加那個標點符 就是一個很好用的工具這樣子 好 那這一段 我就到這邊 這樣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沒有了 那你下次記得 用講的答案 不要再用 哈哈哈哈